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最關心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病 我們的身體健康 其中一個最大的挑戰就是我們對癌症的研究 但是講了很多年 我們似乎在這方面的進展是比較慢 是不是? 其實這麼說 我們很多一些新的方法 而且是在實驗室那裡可以做到一些效果 但是癌症這個要這樣的 你要追的 還有你要想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治療的那個delivery 那個怎樣去傳送到你去病做的那個問題那裡 我們其實找到很多種藥 是可以殺死了癌細胞的 但是那種藥 當你吃到人的身體上的時候 能不能夠可以穿越到你身體很多的障礙 直接去送到癌細胞那裡去打你想要打的東西呢? 一直都在研究這些問題 其實在這個星期 都有一兩宗是挺有突破的新的方法 而且是經過臨床試驗 是對於某一些新的癌症的治療 就有一個突破 其實你說如果去年年尾 我都記得有講到香港大學那個研究 肝癌那裡是那個突破的 但是其實可以說 在這二三十年裡面 就是透過這些逐少逐少的結果 你會發覺肝癌這種癌症呢 我們會看到現在去到末期的時候 都會有辦法回頭回頭 如果其他癌症又怎麼樣呢? 其實我都是陸陸續續可以找到一些很微細的進展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好了 丹尼就說 這隻皮膚癌 Norma 就可以在2025年提供那個疫苗 那圖片我不掃出來 因為這個癌症本身 他那個皮膚的樣子是很噁心的 就免得影響大家了 但是我聽聞好像是 這個以前我知病的特有 黑色素柳 可以這樣講 這裡又可以提一些健康資訊 我記得以前也提過的 其實現在在電話那裡 你是可以下載一些APP 來幫你認一下身體上的膜 譬如有些朋友你可能很擔心 哇 這個位原本沒有膜的 為什麼多一顆膜呢? 你認住有沒有東西的時候 你儘管用他們的手提電話的APP 來拍一拍這顆膜 它就會告訴你 這顆膜是正不正常的 原來它認的話 就認那個膜的除了形狀 尤其是邊緣位 就是那個膜跟其他正常皮膚中間的邊緣位的那裡的形態 它就認到這個東西是正不正常的了 是良性還是惡性的了 當然啦 如果你見有懷疑 如果APP都好像說有懷疑的時候 第一時間就去看一看醫生 是不是? 是有用的 不是說100%準確 但是你會發覺很多人因為這樣 很前期就已經發現了 就很快就搞定 就沒事了 但是這些黑色素柳 其實就是麻煩在的地方是什麼呢? 是很兇的 這顆菌 不是菌啊 這顆癌很兇的 它是變化得很快的 因為它屬於在皮膚上面 尤其是那種實際的病理 我自己說不出來的 就是它在那種癌症 因為就是一種chiclet的轉 周圍移動 周圍走的東西來的 如果皮膚上面那種這樣的細胞 用來形成黑色素的細胞 它是不受控 變了色的 然後在一個位置不動的 它是一個良性的東西 一粒粒的東西 但是很多時候這些東西 它變得會走位的時候 它在皮膚上面周圍走 甚至全身周圍走 其實一個周圍走 又不受控的東西 又會去干擾到其他身體功能去發展的東西 就是一個癌來的 對於這些會周圍游走的這些黑色素的細胞 就是很令人頭痛的東西來的 所以現在你會發覺 如果能夠找到一些很好的方法 來去追殺這些黑色素的細胞 那就功德無良了 那用什麼方法呢? 是不是用回我們現在對付肺炎的方法去做 就是這個癌症的東西 很多傳統的方法就是 你去吃一些化療的藥物 去追著這些癌細胞上獨有的物質來去殺 很多時候這些抗癌藥 也都是會干擾到你正常細胞 所以你說如果有朋友很不幸 要吃這些化療療程的時候就很辛苦的 就是你會發覺身體正常細胞又打 然後呢 癌細胞也都打 然後就希望你身體正常細胞的復原能力 就比你的癌細胞更快 令到你最後能夠在這個藥物幫助之下克服到這個癌症 那如果大家很記性的話呢 我們在過去幾年的疫情那裡呢 其實就獲得一些新的打擊疾病的方法的 你說傳統癌症來說 當然你說可以用化療啊 甚至乎有時用到一些輻射電療啊 那些這樣的方法 但是如果你說在生化層面那裡呢 我們現在會不會說我們懂得去調動一個免疫力 來幫我們去打擊一些的病原體呢 那以往冠狀病毒肺炎 我們知道就算不用特效藥 我們是可以去透過去抽取這個病毒本身的一些基因片段 就將它製作成為一些疫苗的製劑 這個疫苗它本身有個能力就是叫我們的身體去生產到病毒的碎片 透過病毒碎片來訓練身體免疫力從而令到我們去打擊那種這樣的病原體 那其實同一種的想法不一定只是用在那個冠狀病毒肺炎那裡 對癌症行不行呢 譬如說如果我們就將那個癌症本身的基因都拿了出來 而且知道這個癌症的基因上面哪一些部分 是對應這個癌細胞一些很獨特有特徵的外殼那些部分 就將它抽取了出來照版主碗製成一個mRNA製劑 於是這次就輪到身體幫你懂得去生產那種癌細胞 它那種獨有的一些外殼的蛋白質 教識身體認這種蛋白質之後 它就連正式的癌細胞都打了 行不行呢?這樣 所以這種這樣的技術層面就去到 為什麼拿到諾貝爾獎呢? 就是因為它不只是拿來去打擊某一兩種的疾病 而是它為了去做這個研發疫苗 提供了完全革命性新的路數可以去做 那麼現在就Moderna又是這間公司 那麼它就發明了叫Moderna 4157號疫苗 其實Moderna很喜歡將這些疫苗這樣去命名 如果在那個肺炎的疫情時候 香港就沒有得打Moderna 那麼有得打Moderna的國家呢 他們打的那種叫mRNA1273號疫苗 那就是先前說那個肺炎疫情的時候就打的那種了 那之後也都有一些更新版 那現在呢如果對於那種皮膚 那種黑色素瘤的這種這樣的癌症呢 那Moderna做了一種叫做Moderna4157號疫苗 那就是完全用回同一個原理 去做了一種製劑來去教適我們身體 去打擊這一種這樣的黑色素癌細胞的那種這樣的病原體 那然後就效果是怎樣呢 現在就其實已經進入了一個臨床測試的了 就在說那個復發率就是壓低了的 就是不可以說完全90%可以克服到 但是就說似乎你有用到這樣的mRNA疫苗呢 是會可以降低到一半的機率去復發 而且甚至乎就將它那個擴散的比率呢 是壓低了六成了 那所以呢對於那個疫情是很有幫助的 尤其是這一種這樣的黑色素瘤是很惡的 但是那為什麼你都會問呢就是 為什麼不是去到8、90%啊 那你也知道呢 癌細胞本身自己都是一樣千變萬化的東西 大家可能都有想的 在疫情時期你都說的 整個疫苗出來會不會很快那個病毒自己又變種呢 然後就令到那個疫苗不適用呢 那的確現在我們看到也有發生了 那對於部分的疫苗來說 尤其是一些用傳統舊技術做的那些疫苗來說 基本上沒有什麼用的 但是因為那個冠狀病毒它變得都變得快 但是也不是說很快的 那所以你看到現在基本上就在那個 就是幾年下來的時候呢 你看到能夠建構到一個防疫的圍牆呢 一部分就是由疫苗給出來的貢獻 一部分就是個人基本上染病自身免疫 也都建立出來的 癌細胞就更加棘手 它變得更加快 甚至乎也都想的 用mRNA技術做愛知病疫苗可以不可以呢 那也是的 愛知病病毒也是一件變得很快的東西來的 那所以對於一些變得快的東西呢 我們想的辦法就是追殺它 它開始用了幾劑有效了 之後再在身體上面再找一下 現在新一個版本的病毒 和新一個版本的癌細胞 它會不會又有變了其他特徵呢 我們再去量身訂造一個新的版本給它的時候 不停地追殺它 那可能經歷過反覆這幾次之後呢 我們就能夠克服到這個癌症 甚至乎會不會在未來連愛知病都可以呢 那可以看到 這種mRNA研製疫苗的技術 無論Moderna 也都看到其它 譬如其它你就算說Pfizer 它們能夠掌握到這些這樣的技術的 這些這樣的藥廠 它們一定會向著癌症 和其它的惡疾那裡繼續去進攻下去 那它去選這隻癌症是純粹是一個抽籤還是還是它們覺得 這種醫療方法對這種癌症是特別有效的? 很難說是不是對它特別有效的? 而反過來想 是因為黑色素柳這種癌症特別惡 和特別沒有什麼其它辦法 所以你要找到人肯接受這些新的療法 就相對比較容易 而且誘因出來的利潤就比較大了 因為其它觸手無策 你突然間給到一個好一點的辦法 那些人就搶著跟你做生意 純粹我想就是因為這種病本是特別惡醫的意思 我們有沒有遇見到這種醫癌症 或者其它病的方法 你的應用越來越廣泛呢? 我都幾乎肯定一定會是的 就算你說大家對於先前的疫情裡面 你信疫苗好、不信疫苗好 但是我會告訴你 由這個研發出來的這種科學方法 就不只是放在這個疫情上 好話不要聽 對於染了這些黑色素柳的病人來說 是一個曙光、是一個福音來的 你一樣可以說會不會有其它副作用啊? 當然可能會有一些風險那裡 但是我會說是很低 對於一個已經生患惡疾的人來說 你有這個方法絕對是一個值得一試 因為你不試就一定是有更加惡的後果了 但是可以告訴你這種mRNA技術 在整個肺炎疫情裡面 全球這麼大規模的使用 但是你都會聽到有副作用的報告 但是你見出來的那個安全係數 在一個這麼大的群體裡面用 其實算是相對是一個安全 即是很安全的疫苗來的 其實已經是 只不過就是因為它用的人口的數量高 所以你都會偶爾聽到 就是有些副作用的報告出來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還有其它比較突破性的發展去醫癌症? 那這個很快就提一提另外一種 去年年尾都有人報導過了 我們怎麼去搞這些癌細胞 很有趣的 你化學上找一些藥來打死它 譬如說細胞破壞了 那這個其中藥自己本身有一個殺手 幫你殺那個癌症 那是其中一種方法 另外有些方法就很有趣的 就是說它就找到一些的分子 那這個分子你說實際上硬用中文譯 我都不知道怎麼譯 它說是一種叫做 阿麟奴山奈 那些這樣的 就是阿麟奴 如果是阿麟奴 它本身是有些蛋白質 胺基酸這樣的結構 那它同時間也都是 可以是比較容易 被那個癌細胞拿出來去吸收了 那這裡一定要用到 癌細胞和那些正常細胞 它建立自己時候的差異 如果你能夠找到一些物質 那個癌細胞特別喜歡吸收去拿來用 而最後那件事就好像木馬屠城一個間諜 最後能夠幫到外面的療法去履應外合的話 那其實就是一個治癌的方法 你能夠成功地去為癌細胞 去量身訂造一隻木馬屠城 那現在有人就說 我可以找到一種化學的分子 它就可以放進身體之後 然後那些癌細胞就特別喜歡搶下去了 其他正常細胞可能都會搶下去 但是癌細胞特別喜歡搶下去 但是這隻東西就是木馬屠城來的 它如果是外面我加一個紅外線下去的時候 它就會對這些紅外線特別有激烈的反應 它就會開始震動 震到一個地步它會搓爛了一個癌細胞的外殼 於是你可以想像到就是說如果現在有一堆這些特別的物質 走進身體裡 在病造附近周圍去分佈 然後那些癌細胞就特別吸得多了 你放一個紅外線光下去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在那裡焗熟它 就將它加熱 你會發覺那些癌細胞熟得特別快 就死得特別快 正常細胞它吸熱都有但是就少很多 因為它少吸收了那種木馬屠城的物質 其實這一種這樣的療法 也都是聽起來很新穎的 但是也都在去年年尾 有這個新聞報道那裡有一個進展在 引入這種叫做 我自己就說用一種好像木馬屠城的機制 然後令到那種細胞最後你加一些的紅外光下去的時候 就令到它搓爛了 就令到自己突爛了自己 所以這裡就聽到一種挺有趣的一種療法 具體上它可以用在哪一種癌症那裡呢? 其實現在就暫時沒有很清楚 但是在它那個實驗的老鼠裡面 它都是在用那種皮膚癌去試的 是啊 它很有趣是因為跟剛才我們講的癌症 都是用一種方法 但是它這個講法就跟你剛才講的 那個表述有點不同 是一種震動的分子 是啊 是的 震散它那個 是啊 而且它是這樣的 它不會無緣無故自己震的 你把紅外光放進去 其實是加熱去令它震 所以就是加熱和震動的關係就是這樣 還有為什麼用在皮膚癌呢? 也是皮膚癌惡醫的 另外就是說如果你在皮膚裡面 你要享受到這種療效的好處是更加直接的 因為那個癌症本就在你的皮膚那裡 那麼你在外面加一個紅外線的暖燈去照一照 就是在這裡和你醫癌了 那麼當然你那個皮膚和那個病灶的位置 首先就要是充滿著 就是你放了很多這些癌面的山賴 這種這樣的馬圖城的物質下去 就是才可以拆應到外面那個紅外光加熱 那麼我們在這裡結束,我們下節再回來 好 神秘的東西,第一節 那麼2022神秘的東西跟大家見面了 那麼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嗯?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就站起來出來 就大炒大賴,說要下機的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來的 大家不下機,就乘機人都會死的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就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麼...幾圖,你怎麼看? 這件事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東西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東西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如果Shakeshifter 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呢 即是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呢 就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著我們在這裡做節目的 但是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麼有機會,人們就在追追假的節目 就忘記追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有錯了 其實我和阿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的 但是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了 其實就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如果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今天的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只是我和台長 所以我和阿幾圖 抱歉 抱歉 抱歉